哈囉,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念的書宰是這一本 為了遇見40歲更好的自己 停止過度的學習 只要做對五項,人生就會開始改變 為什麼會對這本書有感覺呢? 因為它這個主題 看到了40歲這三個字 我就很有感覺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了吧 因為我已經超過40歲了 那裡面這個作者叫做島金良智 你怎麼知道這個字念島呢?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上Google去查的啦 那怎麼查呢? 你看這個就知道 它的發音就叫島 當然我去搜尋過這個字就叫島 雖然它是一個鳥的步驟 左邊是一個三步,右邊是一個鳥 島金良智 島金良智就是這個作者的名字 那它目前成立一個叫做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領袖學會代表理事 1960年出生於東京 大學畢業之後 就進入一個IT的企業做任職 成為了同企100名員工裡面的頂尖業務員 它受到拔著成為最年輕的業務部長 然後負責的部門呢 成績也在三個月之內就串升到全國第一名 很屌吧 28歲的時候獨立創業 隔年呢成立了合資公司 在1996年的時候呢 並購了三家投資公司 短短的五年之內就擴展到年營業額52億的規模 在2004年的時候5月就正式的上市 2005年呢 它就設立了一個叫做Leaders Academy的這個教育機構 然後它提倡自創的領導者教育 期望培育出引領新世代的領導者 在2007年的時候呢 它把這個據點轉移到新加坡 然後呢 以提升這個業績的獨創系統 主管學 博得了各界的好評 然後於全國呢 為超過25000名的領導者提供教育的課程 同時呢舉辦演講啊 企業訓練啊 還有同時提供諮詢的服務 在同一年呢 發起了志願性的組織叫JBN 就是Japanese Business Network 在14個城市舉辦商務講座 為了回耀於世界各地的日籍創業家 或商務人士提供資源 在2013年的時候 它把這個據點遷回到日本去 然後成立了一般社團法人日本領袖學會 致力於培育跨國型的領導人才 主要的著作有幾本書 就是銷售量約100萬冊的暢銷書 不生氣的技術 還有呢穿著Armani的惡魔 還有鋼彈主管你如何領導你的海賊王部下等等書籍 那累計的銷售量超過了120萬本 以下呢是他的這本書的內容介紹 那內容是講說 40歲啊是一個夾心世代 對我有這種感覺啦 然後夾在上一代跟下一代之間動彈不得 為了過得更好 那40歲之後呢請捨棄一半的事物 開始替人生謝宅吧 卸下目前擁有的東西 留下對自己來說真正必要的東西 40歲以前呢為了活著只能夠拼命的向前衝 拼命的去吸收 那40歲之後呢如果要活得好 關鍵就是減量 用半分的方式去生活 然後40歲的人生是不知不覺的堆積的渣子 無論好或壞呢 都在不知不覺中如渣子般的沉澱 讓你的身體和心靈感到越來越沉重 整理人生的方法 其實和整理房間或書桌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去把它分出要的東西 還有不要的東西 然後呢你把那個不要的東西 就把它丟到垃圾桶去 就這樣而已 作者說他從人生 然後習慣 工作 時間 還有人際關係等等 5個面向去歸納出 更可以具體的去實踐出來的 43個 需要捨棄的人生心得 只要能夠具體的去應用的話呢 那人生就會開始轉變 他說30幾歲的時候投資 40幾歲的時候呢就要選擇跟集中 那40歲之後呢 每年要幫自己卸貨一次 如果我們維持著20歲 30歲那個時候的生活習慣 那你不僅無法補充體力 還有可能會加快耗損的速度 所以捨棄30幾歲以前的生活習慣 重新養成40歲之後的生活習慣 停止在意不必要的人際關係 哦 只要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解釋之後 就不必再煩惱了 那如何對事物賦予意義呢 決定權全部都在自己 他這裡面提供了9個項目 這9個項目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 就是去停止利用空閒時間 提前完成工作 他說不要把這個空閒時間 補上後續的工作 要試著在這個空出來的形成表裡面 填入過去總是一拖再拖的事情 那就能夠發現新的風景 第二個呢 你要捨棄想要討人喜歡的念頭 把焦點放在貢獻上面 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 要能夠客觀的去看待事情 被討厭你就不會那麼在意了 第三個呢就是 就是停止去追求100%誠實的人生 要捨棄絕對的誠實 然後偶爾要撒一點消防 那誠實和謊言的比例是9比1 第四個呢就是 如果你無法採取行動的話 那就停止學習 因為學習並不能夠化為成果 行動才能 因此呢在學習新的事物之前 請先確保自己的決心 第二個 反覆的捨棄跟添加 就可以提升事物的品質 不斷捨棄之後 留下來的就是真正重要的東西了 那捨棄的關鍵 不是為了不要什麼 而是為了想要補充什麼進來 那第六個就是 支出和投資的概念 來思考 與人來往的時間 必須釐清哪些是該見面的人 哪些是不該見面的人 或者是呢 即使不至於斷絕往來 也必須要怎麼樣 要改變和對方的相處模式 那第七個 想讓部下為你工作的話呢 請捨棄控制部下的念頭 如果想要驅策部下工作的話 解決之道是 必須設法提高工作在部下心目中的優先順位 第八個 停止所有無法想像的事情 因為人會對於能夠在腦海裡面 清晰勾勒的事情 才會去採取行動 因此呢 對於所有無法想像的事情 就大膽的把它捨棄掉吧 第九個呢 先固定好時段 再決定該做什麼事情 在規劃行程的時候呢 請先固定好時段的框架 然後再把你要該做的事情填到這個框框裡面 而不是先決定要做什麼事 然後才排出這個行程表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九個要點 那這本書呢 我剛講過最吸引我的就是那個40歲 剛好我年齡到了 所以看到這本書的簡介呢 我覺得蠻吸引我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連結去看一下這本書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